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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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逐消滅掉 为什么呢 过去 有一个村庄和捕鱼为生的 结果呢 村庄的人又给 河里面的鱼下毒 把它全部抓起来 不是一次抓一只 是整个河里面的鱼全部抓起来 结果抓起来之后呢 全部的鱼离水就死了 两只大的鱼还在跳 这个村庄里面就有个小朋友 他年纪还小 不会吃鱼 就拿手比那个鱼三下 经典上是说 敲那个鱼头敲三次 结果呢 其他人就把鱼的 切开啊 煮啊 盾啊 然后把鱼吃掉了 切鱼的那些人 现在就是 释迦族的女众 他切鱼的果报 所以释迦族那个时候 琉璃王来的时候 把释迦族的女众 断手断脚 丢在什么 烂泥坑里面 丢在烂泥坑里面 慢慢死 然后呢 吃鱼的那些 加皮罗魏国的 就是他过去生的 吃鱼的那些男众呢 他把鱼补起来嘛 让他的鲤水 缺氧死掉嘛 结果这辈子呢 加皮罗魏国 释迦族被灭族的时候 男众全被丢到水里面去 淹死 他被空气 那两只鱼是谁 一个是 消灭 加皮罗魏国的 琉璃王 一个是他的大臣 提议攻打 加皮罗魏国的 就吃鱼 鲨鱼的夜报 就会让你 释迦族 整足不见 这里还有一个 插播的故事 那个时候 穆坚连尊者 旁边好像有 神通第一的 穆坚连尊者 他觉得说呢 这样不行 佛陀的血脉 释迦牟尼佛的家族 不可以没有继承人 他就选了 五百个同男 五百个同女 用神通力 把他带到天上去 想说等战争打完了 再把他 放到人间来 至少佛陀 加皮罗魏国 还有后代 结果战争打完了 他上天上 一看五百个人 变成什么 一滩血水 为什么 夜报成熟的时候 不用别人伤害你 你都会受夜报的 该死的还是得死 所以为什么 我们要不断地忏悔 不断地回向 不断地发愿 不断地清净 我们的恶业 为什么 因为我们怕哪一天 我们夜报成熟 所以为什么说 我们除了念佛要忏悔 要不然哪一天 各位菩萨 尤其各位 还有一些老菩萨 哪一天你躺在那里 准备往生 阿弥陀佛来了 结果你最讨厌的那个 可能你媳妇吧 就跑出来了 钱在哪里 阿弥陀佛就不见了 或者哪一天你如果要 往生的时候 你儿子跑出来 爸爸不要走 各位菩萨你走得掉吗 那叫什么 夜报现前 台湾以前还发生过一件事 有一个祝念团团长 平时很热心帮人祝念 据说祝念了一千场 结果呢 灵命中的时候呢 听到念佛声就很烦 然后把祝念团赶出去 然后后来死的时候 也不是很好看 祝念一千场怎么会这样 夜障现前 释迦牟尼佛视线给我们看 然后还没完呢 释迦牟尼佛说 因为他那个时候 敲那个鱼 鱼头三下 所以加皮罗魏国 那个时候被屠城的时候 释迦牟尼佛头痛三天 释迦牟尼佛头痛三天 代表什么 夜报该还的要还 而且夜报会什么 等笔增 不是我今天欠你十块 我明天还你十块 我来世还你十块就没事了 差不多一个故事 在杭州西湖 有一个在大陆杭州西湖 有个修行人 他那个时候呢 煮菜煮一煮 刚好没有盐了 去隔壁邻居家就 刚好邻居不在嘛 没关系啦 借一个盐过来 倒下去 然后呢 借一把盐而已 然后就放回去了嘛 好 我觉得没关系 后来 因为他是三果阿纳罕 出果二果三果 到第四果就 乘阿罗汉就不会再受生了 那是因为你们各位在家人 我们最多就是阿纳罕第三果 但是已经很厉害了 他正得三果阿纳罕 结果呢 打坐的时候 三年后 打坐的时候 前面就一片什么 盐山 他觉得奇怪呢 我是有魔杖吗 还是我境界退转 我打坐前面看到盐山 他就开始观察 我三年前去别人家里面 拿了一错盐没还 结果呢 三年下来 白花一点叫利息 其实是什么 夜报 辗转复长 结果就变得像山一样多 他就干脆雇了一个卡车 一个大车里面载满的盐 要还邻居 那个邻居就吓到了 你怎么 他说 就我三年前跟你借一错盐 忘记告诉你 但是我呢 跟你借了一把盐 忘记讲了 不告而取啊 然后我想说 我那个时候也没想说要还你 结果现在三年后 我不还你 我现在没办法修行 后来他们两个就把那个盐 吃也吃不了 送到寺院去给寺院煮菜去了 但记得哦 夜报会转转增加 我们出家也是啊 我们出家也是 夜报有什么 我们今天造的恶业 不忏悔不发露 会有复长 盖起来 但隔天呢 金树复长 过一夜 再继续辗转复长 夜报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 今天我们会觉得说 我是好人啊 大家想想 好人 为什么会 好像生命不太容易啊 不太快乐啊 因为你可能你的夜报会 微小转广大 你复长嘛 你有可能 你做了什么恶业 然后没发现 然后呢 你那个夜报一直在 一直在一直在一直在 到最后就 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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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说 释迦牟尼佛敲三下而已 头痛三天 很正常 夜报会 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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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要还夜报两个方法 第一 欢喜接受 第二 请求忏悔 求忏悔 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 拜佛 第二种方式 法心 再讲一次 夜报 你要忏悔 两种方式 第一种 拜佛 求佛的力量加持 第二种 法心 所以在 吉田菩萨的 入菩萨行律里面 讲说 菩提心如 结末火 刹那能毁 诸罪业 菩提心像什么 像大火一样 夜报会被烧完的 但是你要真的 发心 第一是拜佛 求佛加持 第二是发心 帮众生的心 去利益众生的心 好 佛陀第六个 叫做阿奇达多的 马脉之宝 佛陀的第六个夜报 所以你看 释迦文理佛 成佛了之后 好像不断地在 遭受各种的打击 人家心里很平静 我们刚才讲的 最开始讲的什么 深受 心不受 深受 心不受 不要让自己的心里面 因为痛苦而沮丧 因为痛苦而委屈 有一个叫阿奇达多的外道 他突然就发心说 佛陀你跟你的僧团 来我们这里 三月安居 现在就是安居期间 从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 三个月出家人的安居 因为印度有雨季 地上都是虫 都是蚂蚁 都是小昆虫 结果出家人那个时候 还没有制进安居法的时候 走来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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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脱波 结果外道就开始骂 后鸟都知道要回家 后鸟都知道要回家 然后那些熊 那些动物都知道冬眠 结果你们这些出家人 怎么下雨天 在那边走来走去 你看 我们讲说伤身损物 就是伤害生命 又采坏了那些农作物 伤身损物 所以佛就制定 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 安居 都不准出去 就是出家人不准出门 就居室送供养 结果这个阿琪达多婆罗门 就跟释迦牟尼佛说 你跟你的僧团三个月 我供养 结果呢 供养了第一天之后呢 他就忙着去玩 玩到忘记了 释迦牟尼佛就没饭吃 没饭吃总不可能饿三个月吧 结果呢 这个时候还有个故事 末见连尊者就说 佛陀请你开许 我呢 跟有神通的欧罗汉 去北聚如州 就是最 我们讲四大部州 我们在南占部州 北方那个州 北聚如州呢 有自然出生的 很好的食物啊 稻子 他说你让我去北聚如州 拿好吃的食物 回来供养佛陀跟苏家人 佛陀说一句话 你们这些有神通的欧罗汉 现在可以这么做 佛灭肚之后 那些没有神通的出家人 不就要饿死 所以佛陀很有远见 他想到的是 未来的弟子们怎么办 所以各位 佛陀会不会知道 我们今天在 法国巴黎潮州会馆 在这里说佛法 知道啊 2500年前的释迦牟尼佛 一定知道 今天我们在这里 聚会一处 在说佛法 你放心 释迦牟尼佛 你知道你是谁 你来自哪里 你要听什么法 所以他一定会加持我们 让我们在最好的状态下 我讲的 跟各位所听的 都会是释迦牟尼佛 所加持的 只要我们真的发心 只要我们真的是 发清静心 想要了解佛法 想要接近释迦牟尼佛 2500年前的释迦牟尼佛 一定知道 所以我们要有那个信心 释迦牟尼佛 一定知道 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 听佛法 好 话又说回来 所以这个时候 佛陀制止了 穆迦连尊者 他说 你们有神通的欧罗汉 自己去吃 去北居卢州吃 但是不要带回来 那佛陀要吃什么 刚好有一个喂马的人 说那马 马在吃的草料上面有卖力 像我们的燕麦糊 但是比较粗一点 佛陀你可以吃这个吗 他说可以啊 我吃这个 结果佛陀跟一些徒弟们 没有神通的 不是阿罗汉 不会飞的 就吃马卖 三个月 结果这个还有个故事 欧难尊整那个时候 就一边吃又一边想说 佛陀是三界导师 吃这种东西 佛陀就说 你要不要吃吃看 大家在想说 佛陀你吃的跟我吃的不一样吗 我们煮的是一样的 吃出来一样的 佛陀说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在剥离的是一样的 结果佛陀从嘴巴里面 挖一颗出来 你吃吃看 一吃下去 像甘露一样 为什么 释迦牟尼佛 胃上胃像 等一下我们做甘露丝食 就是什么 常常不吃食物的人 你 我不知道 法国有面包很难吃 像什么 法国面包 常常那个 很硬的那个 如果你常常不吃食物啊 做甘露丝食 说不定你 未来 那个法国面包 到你手上就变热的 变软的 可能海里面有 牛奶口味吧 要胃上胃像 我真的觉得 那个东西很难吃 一条硬硬的 他不管 就是说 释迦牟尼佛那个之后 就吃了那个 马麦之后 就挖出来 给安达尊者吃 这么好吃 味上味下 但释迦牟尼佛有解释 为什么他 会三个月吃马麦 因为 因为过去 无量节以前 在第一尊佛教 皮婆师佛的时候 那个有七佛世尊 第一尊佛教 皮婆师佛 皮婆师佛的时候 身份互换了 佛陀那个时候 是外道头 一个婆罗门 结果看到皮婆师佛 去王宫 应供 国王供养 皮婆师佛跟他的僧团 然后吃着饱饱的走出来 因为那个时候 国王姓佛 结果 释迦牟尼佛的前身 做那个外道首领的时候 就开始骂了 这一些出家人 光头出家人 又没有我们的修行 修得又没有我们好 然后整天在那 无所事事去吃好料的 应该是吃马的食物 我吃马麦还差不多 因为这样 所以 因为佛陀就去骂了出家人 说你应该去吃 难吃的马麦 所以这辈子 佛陀三个月的时间吃马麦 所以记得 还是那句话 三叶之中 口罪无量 嘴巴好一点 三叶之中 口罪无量 所以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释迦牟尼佛三个月 过去骂了 皮婆师佛的僧团 这辈子 他自己跟他的僧团 三个月吃马麦 吃马的那种 草料上刮下来的 像叶麦糊的东西 第七个是 大家听过的就是 释迦牟尼佛的 背是痛的 冷风 疯病去伤害到 释迦牟尼佛的背 师父有讲过 为什么 释迦牟尼佛过去 做相扑选手的时候 把一个对手的 对方的背给伤到了 所以这辈子 释迦牟尼佛的背 有病 冷风伤背 这是第七个夜报 第半个夜报呢 大家都知道 释迦牟尼佛在 成等正觉以前 曾经为了去追求真理 做了一件事情 六年苦恨 六年在雪山修苦恨 每天吃一麻一脉 但大家会觉得说 这不是释迦牟尼佛的 人生过程吗 但这个过去是有夜报的 释迦牟尼佛在 加瑟佛的时代 上一尊佛 加瑟佛的时代呢 他也去骂过了 他那个时候 也是个外道的首领 去骂过加瑟佛的身团说 这一些出家人 好像过得太快乐了 因为你看嘛 出家人 有时候如果有点 有点知名度了 像佛教现在在 整世界各地 台湾 中国都好 有点知名度之后呢 出家人的供养 就比较丰厚一点 那有一些外道呢 就看了就眼红了之后 就开始说 出家人就无所事事 不试生产 然后呢 这么有钱 应该去修修苦恨 像外道法一样修修苦恨 结果因为释迦牟尼佛 那个时候恶心毁谤 加瑟佛的身团 所以他这辈子出家 成等正觉之前 六年的时间修苦恨 那你说修苦恨 不是他是一选的吗 对 但是佛陀绕了一圈 在王宫里面 过着极快乐的修行 六年苦恨是修苦行 然后最后才找到 真理的生命 叫中道行 再讲一次 佛陀过去当王子的时候 他三十岁才出家 三十岁以前当王子的时候呢 是绝对的快乐 但是快乐 五欲的快乐 不会让你成就 我们讲富贵学道难 脸书的祖克伯没有坐在这里 法国总理没有坐在这里 因为他们 所以各位说真的 你们比较有福报 你们的福报是 你们遇到佛法 你们可能没有他们有钱 你们可能没有他们有权利 你们可能没有他们有地位 但是你有佛法 所以我们古代祖师说 遇到佛法是天底下第一等富贵人 再讲一次 古代祖师说 遇到佛法是天底下第一等富贵人 为什么 十个字 叫富有三千界 贵为天人师 白话一点讲 各位菩萨 我们没有三千万的欧元 但是我们内心里面有三千大千世界 等一下我们做甘露诗诗的时候 我今招请十方岔土 尽虚空界一切六趣 你去问问法国总理 他会不会招请十方岔土 尽虚空界一切六趣 不会吧 我们的内心里面有三千大千世界 所以修行的内心是充满的 是丰富的 富有三千界 我们找到了修行的方法 我们在听佛法 明天说不定会开始受持清净的戒律 受持三归一 我们离成佛越来越近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 我们只要好好修行 好好持戒 好好行六度波罗蜜 我们不久就会坐在这里 我们现在坐在下面 可能穿着一般的衣服 我们好好修行 好好持戒 好好行六度波罗蜜 哪一天就会像这个样子 三十二相 八十随行好 贵为天人师 我们只要好好修行 我们哪一天就跟佛陀一样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是 有权利有钱 有地位 有社会经济能力 但是呢 还有佛法吗 好像没有吧 所以说 释迦牟尼佛发现了 王公的安乐 跟绝对的痛苦的苦行 是不能成就的 他最后才找到中道行 但是他为什么先找不到路 他为什么先在苦行里面 掉进去之后就没有出来 因为他过去是毁谤过加塞 那些出家人不是生产 应该去修修苦行 应该他痛苦一点啊 所以我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从上面八个故事讲下来 为什么夜报会广大 一来是你的恶心真上 二来是什么 你的对境真上 所以还是那句话 不要毁谤三宝 不要哪一天心情不好就说 哎呀不用拜佛啦 拜佛没有用啦 还是哪一天如果生病之后 哎呀佛都不保佑我啦 有哦 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 还是法国有没有 我不知道 但是台湾有这种 我不信啦 我不相信三宝啦 没有用啦 这个时候你就要检讨 因为对境广大 三宝是无上福田 你对三宝只要出了一言不礼貌 你未来的夜报会很广大 你未来的夜报 台生命基金会 生命电视台 两个节目制作中心 宜兰高雄 台湾生命电视台 是慈悲置业法务整合的大平台 自2004年元月开播以来 获得各方大德信众的热烈回响 至今即将近满二十年 目前播出的节目有 善知识法语 长老法语 大乘讲座 生命讲座 红法行脚 福提系列 佛寺巡礼 速食推广 佛心花海 以及佛教卡通 等各式的红法教化节目 2020年 又鉴于现代人 每日使用手机的时间 高达六到八小时 许多人一天中 有超过四分之一的时间 都被手机占据 收播习惯 由电视转为手机 平板 为了因应正养 人手一击的崭新收播 运听习惯 生命电视台播放平台 转为网络播放 手机随时可以接受 佛法的讯息和引导 但全省MOD 以及部分第四台 仍可观看 配合老菩萨 看电视大营面的习惯 生命电视台成命至今 即将届满二十周年 陪伴广大信众 共同学习佛法 期盼诸位护法大德 依视菩萨们 抱着羞耻的长远心 不退转心 继续和生命电视台 一起携手 将弘扬佛法的使命 传承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重等礼拜金刚铲 10月14日农历9月9日上午9点开始 宫勤广护法师领众 线上礼拜金刚宝铲 电话03989 9319 03989 9319 03989 8686 03989 8686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生命文化基金会自成立以来 秉持着广传佛陀三称法的精神 致力于佛法的推广与传播 不断地制作多元的佛法节目 透过MOD及网络影像平台传递佛陀的教法 散播如来卑质的法音 以滋养社会大众的心灵与觉性 并增进各语系佛教之间的互动及学习 愿使正法常驻人间 佛所行战中说 佛说一切施 法施为罪圣 人施行才施 行法施者难 敬请各界大德发心护持电视弘法基金 一同成就广传佛陀三称法的慈悲大院 以让更多人能够得闻佛法 一起走向菩提之路 感恩您的共襄盛举 您的发心护持必定功不堂捐 聚沙城塔 福会圆满 户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 台湾邮政跨播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银行网络转账 银行贷号 005土地银行 转账账号 012-001-197-388 012-001-197-388 转账后请将个人账号后无码收据开立姓名 联络电话地址传真志总管理处 03-989-8787 或email livetv.net at msa.hinet.net 服务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特别我们要超度第一轨道畜生道 在中国舞台上说 如果没有尊圣佛母众 这是恶道众生 永不得离苦 所以修尊圣佛母不是说光现实利益 特别帮助善恶道众生 包括你看到那些鱼虾要被杀 你给它念在水里面或米或沙里面 撒在它身上或撒在水里面 它都可以离苦 尊圣佛母之后还有什么特色 你感觉到现在太阳很大 那些恶鬼道一定活龙冒烟 那你只要朝着水念 二十一遍 on plong so ha on don so ha 然后把水洒在阴阳处 那些鬼都可以喝了 所以尊圣佛母咒 你看它的功德利益很圆满的 所以我们念一下 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